Hello 各位 又回到一個video blog 的時間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況 最近有看我的facebook 就知道 有一條MV 將會出錄 都趕了幾天 叫做8899 都叫展完 總算 接下來應該會下星期二 出街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幫忙分享一下 因為都是一個零成本 不是commercial 即是本地的音樂創作 希望大家也會支持 另外講開夢想 今天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夢想的東西 如果你問我的夢想是什麼呢 我會說 我很想將快樂帶給我身邊的朋友 你會見我會拍片 之前拍照 現在多了拍片 其實都是環繞很多吃東西 去玩 很開心的東西 以前公司 有些人會說 你這樣很離地 很左膠 什麼都是Hallelujah 感謝主很開心 其實這些東西是沒有感染力的 但我又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 因為我信的信仰 我信的上帝是一個 會將好東西給你的一個神 而且我也有很多我的困難 我的難處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其實都有很多限制 制作的那條路都很不容易 很難得有每一次機會 所以我都會很珍惜去做好它 所以 雖然世界上這個環境有很多困難 有很多限制 但是 我覺得 我重視的不是那個結果 不是說你要像Youtuber 有些朋友都跟我說 不如你做Youtuber 賺錢 不用做Full Time 自己請自己 做老闆 我這兩個月的確是這樣的生活 那很感謝主 給了很多機會 但是 我覺得 我最終的目標不是要出名 不是要賺很多錢發達 當然又是好 但是 這個不是我最喜歡的目標 我最重要 我重視的是 和我身邊的朋友 疼我的人 愛我的人 和他們的關係 所以說 有很多人找我拍片 或者可能想跟我學一下拍照拍片 我都不是很聰明 但是 有些朋友是想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是完全不會 我是接受的 完全不會拒絕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能夠給你機會 無論是跟你學習 或者跟你合作 有個機會的時候 我覺得 都是一個機會去擴闊自己的視野 因為沒有一條片 沒有一次的製作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每一次我都覺得 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去 develop 我的 network 和我的 ability 去 train 自己的技術 所以 幾百塊又做 五百塊又做 幾千塊又做 所以 有些人都說 我做難事 很壞 但是 我覺得 有時 就是 你把握這些機會 下一個機會就會快點來 因為 你已經 每一次的 job 都會有進步 你認識的人都會多了 我覺得 這是一個優勢 所以 我覺得 夢想沒有說 有幾小 或者你開始的時候 有幾差 或者什麼都不懂 其實我都不是很成功 我都不是一個成功人士 但是 叫做 開始向自己的夢想 又近了一步 又近一點 又再近一點 其實 如果你有你的夢想 你有你很想做的事 其實我覺得 你就全力去做 你可能只有很少錢 很少資源 或者是 你懂的東西很少 但是 我覺得 由你現在有這一刻 所有的東西 去開始出發 想下一步你可以做些什麼 一步一步走 你就永遠都不會原理踏步 你永遠都會走遠過你 現在這個步驟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製作 拍片 拍照的東西 你是想學 想知道 或者可能是 我出去有時候拍攝 我是不介意 多個朋友在我身邊 那 很想祝福你們 如果你們是 就是 很有些問題想問我 或者是有些關於製作上的東西 其實很歡迎你 Facebook Inbox我 或者是譬如在YouTube下面 留個comment給我 那我是 全部都會看 我一定會回覆大家 是啊 其實 我不是很介意 是不吃虧的人士 賺不賺錢的東西 而是我覺得 上帝給我的東西 我沒有讀過 拍片 祭片 全部都是 一次敗一次地學回來 我覺得上帝給我這些機會 我有機會去祝福其他人 我覺得是我的福氣 是啊 那所以 有任何問題 或者交流 或者意見 歡迎跟我說 就是我幫到你的時候 我都盡量都會幫的 那順便都賣過廣告 那接下來 我下星期二那支MV就出 記得幫我分享 還有12月19號 就是一個星期六的早上10點鐘 在新蒲崗超達工業大廈 我十三樓 我就會有一個 很簡短的製作工作坊 會講影相、拍片和後製 會很簡單的go full 就是幫大家有個最基礎的入門 還有盡快可以start up你的製作 那所以 有興趣的 就是歡迎你 免費的都是 那希望見到大家 最後都祝福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夢想 然後一步一步去實踐 那